人爱乡塔罗湾西位于卢山温泉上游的情人吊桥已经被海魁台风冲毁 桥面在西床上冲刷 旁边的布拉鲁桥也封桥了 因为陆基掏空车辆通行太危险 基础的部分都在崩落 有点位移 可是结构上有点问题 布拉鲁桥三年前才落成启用 旁边的吊桥情人桥原本高度二三十公尺 卡路台风之后河床垫高只剩下两三公尺 海魁台风接着来吊桥冲垮了 河关山大风呼呼的吹夹杂的雨水 把瓦型浪板给吹掉了 松雪楼的屋顶被踹掉了五片浪板 三楼栏杆透明防护也掉了一块 海魁台风在高山吹强风 河关山最大阵风十三级 更可怕的是土石流 南投信义东浦村的连外道路 三号下午再度爆发土石流 大小石头跟泥土河流一般滚动 有如地表的移动破坏力惊人 居民外出工作反家路断了回不去 现场怪手百度 坐上怪手的挖斗越过野溪到对岸 南投现场许淑华勘灾 富人难过的哽咽诉苦 现场拍拍肩膀安慰富人 之前台风在这里发生土石流 一到五连居民受困 道路抢通 还在清理淤积的土方土石流又来了 另外大陆已经抢通单线通行 但是还有大批淤积的土方要清 目前南投山区 尤其心意跟仁爱 道路相当脆弱 之前灾情还没有修复 后面台风又来 人员部分先撤离 但是危险地区还需要治山防洪 尤其在我们心意山跟仁爱乡 治山防洪是特别重要的 那相信也在关心 如果山上的落石不断 土石流不断 那即便我们在山底下 民宅再做好更好的防护 可能也没有办法抵挡大自然的侵袭 南投县政府表示 需要汇整专家的意见 加强上游山林水保工作 会向中央提出协助需求 TBS新闻陈嘉贵 吴淑平南投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